Hello,大家好,我是The 1-to-1 Diet Consultant by Cambridge Weight Plant, Katrin Wong 今天我将会分享的是我的ISOY,Karen Chan 用Cambridge Step 1,4个月减了22公斤 从67减了22,就是等于45公斤过后 成功成为了我们2018年的International Slimmer of the Year 代表马来西亚去英国参赛了 也换了一个活法,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更快乐,更健康 加上,可以让自己梦想成真的故事 Karen Chan用4个月的时间,Cambridge Step 1 终于减了22公斤,解决了她健康的问题 第一,就是她的膝盖疼痛 第二,咳嗽,打喷嚏尿失禁 第三,唱歌气喘 第四,就是血糖过高,预防进入被糖尿病 那在2018年,Karen成功受生了过后 直到现在的2020年,就是有两年的时间 她每天都会用Cambridge Weight Plant 带一餐到两餐来做维持的program 就是maintainance program 保持现在的49个公斤 过去的Karen曾经试过用减肥药来减肥 因为那时候她因为要结婚的关系 所以她要快速收下来 她就用减肥药减了10个公斤 连续吃了3年的减肥药 她就觉得她得到了很多side effect 第一,就是流汗 第二,就是心跳很快 心跳得很快 第三,就是没有食欲 第四,就是甚至严重到失眠 所以她就决定停止吃减肥药 停止吃减肥药过后,她发觉她的体重就是富胖的很快 在2011年,Karen因为意外跌断了右脚 膝盖骨裂成了三片 由于无法行走 她开始长期待在家和福建中心做治疗 身材很明显的浮胖了 两年的时间逐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 但是膝盖有时仍然还是会疼痛 也无法故意做 在2012年至2014年这两年的期间 她就怀孕生了孩子 也成了家庭主妇 生活圈子明显的变小了 对于很活泼很爱往外跑的她来说 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所以她感到寂寞的时候 就是想吃东西来满足自己 那时候的她开始寄情绪性的进食 不开心就会想找东西吃 最后呢造成体重爆表 失去了自信与活力 Karen呢她是一位音乐家 她非常喜欢音乐 然后呢在2014年呢她就开始学习声乐 她呢就发觉她为什么呢 一直会有虚气的问题 唱歌呢也很喘没有什么气 然后呢陆陆续续在2016年呢 她就忍受不了咳嗽 打喷嚏就尿失禁的问题 她就去看了妇产科 医生就说 诶你并不是生了孩子后呢 子宫下垂哦 是因为你太胖 所以呢就是要打呢你的尿到神经线 你一打喷嚏呢或者是一咳嗽呢 就会尿失禁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的瘦身行动 所以呢Karen的体重呢 其实巨细就是上升达到了67.2公斤 连42寸的牛仔裤呢其实也穿不上哦 那时候 那呢在一次的女性健康检查检验中呢 她就被验到有高血糖的问题了 就是Pre-Diabetic 医生就说如果你没有减下5个公斤呢 你在将来呢就必须吃药了 然后呢那时候呢她就发觉啊不能了 她所面对的健康的问题就是膝盖疼痛啦 客瘦打奔踢就是会尿失禁啦 唱歌会气喘呢就是血糖过高啦 那after她做那个medical checkup过后呢 就是在Subanjaya Medical Center 她就经过了我们Cambridge的outlet 她了解过后呢她就发觉 诶Cambridge的减肥方法呢其实是非常安全 加上我们有medical research 她就决定选择Cambridge replant了 她也说就是说诶她除了安全过后呢 Cambridge就是有consultant去monitor 就是one to one diet one to one support 加上呢有很多个口味 她最重要的就是她看了我们很多成功的见证 Karen呢就开始了Cambridge replant了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她有一个意大利的 就是歌舞剧的opera的演出 她就很希望自己呢可以呢有机会呢 穿上呢那个很厚的就是西式的戏服 希望自己有机会就是参与表演 然后呢她就很开心很期待就说 诶如果我自己拥有一个苗条的身材哦 那我应该就是可以有很多表演的机会 开始了CWP营养断食SoulSource呢 她的餐单就是每天吃三到四包的Cambridge 那如果她那天呢是很早起身呢 她就喝四包的Cambridge 如果她是说诶她没有那么早起身呢 她就喝三包的Cambridge了 然后呢她的感觉其实是非常良好的哦 她觉得Cambridge SoulSource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非常简单的餐单 她不需要准备些什么食物 也不需要想些要吃什么低卡低油的食物 然后呢过程中呢其实营养非常的齐全跟均衡 她的CWP营养呢 第四天她的CWP营养出来过后呢 她就感觉完全没有饥饿感 她就很舒服很舒服 所以呢她持续的做下去呢 她的SoulSource Program呢达到了四个月 一共四个月的SoulSource Program Caren呢成功呢就是减下了22个公斤 Caren最感激Cambridge的是呢 有了这个安全的工具呢 她让她呢就是有机会呢 就是成功再次认真的赏识受身 受了过后呢她就发觉她的膝盖呢不再疼痛 她的尿失筋也痊愈 唱歌呢也不再喘 人呢变得更精神了 她觉得她很有自信 人也变得很快乐 然后呢又可以预防糖尿病 受了后哦 她的精彩人生呢才刚要开始了 她受了后呢就是我呢就是邀请了她 成为了我们CWP的Slimmer 她成功加入了Slimmer过后呢 她就被选为Malaysia Slimmer了 就是我们的MSY 她就有机会呢就是参与我们System Magazine的就是interview啦 就是我们In-House Natural In-House Shooting啦 然后也是我们Cambridge的Top 10的Finalist 然后呢也成功呢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成为了 2018年的International Slimmer of the Year 成功受身了过后呢 Karen呢就是很勇敢的就是挑战了 参加了Mrs Malaysia Asia的这个活动了 她就是成功呢就是赢了很多个奖项 她也因为受了就是在这两年里面呢她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就是on stage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的多 也因为也被选为就是选美会呢要请当评判了 她觉得她生活呢就是过得多姿多彩 不单只是这样哦Karen还有机会呢就是代表Malaysia呢就是去英国呢参赛就是成为我们2018年的International Slimmer 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呢就是身为ISOY producer的我呢就是带我的Slimmer呢 Karen呢就是去Canbridge的Convention还有International Night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我们Malaysia呢虽然不是剪最多公斤 但是呢却成功呢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ISOY投票的环节呢当播Malaysia为电影的那一幕呢我和Karen呢其实是心情非常的紧张跟兴奋哦 Malaysia呢虽然不是剪最多公斤的国家 但是呢我们却成功呢就是让大家就是受到大家的注目 让我收到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现场呢的观众呢还给了我们上次非常大的声的掌声哦 所有人都很专注的在看我们Malaysia Karen的Transformation Story 那时候的我呢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呃身为一个金牌竞女人 那我的明星我的作品我的ISOY成功站在了国际的舞台 这已经代表了我们马来西亚是非常棒的 呃全世界40多个国家去参选哦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呢就是每年呢都有机会呢打进Finalist 这已经证明是Cambridge的效果非常棒 还有Cambridge换来的新活法 那这趟呃 London之旅呢其实呃 Karen有一个梦想就是她 她很喜欢唱Opera 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London的Royal Opera House 那这个就是她的梦想她一定要来 所以呢我们公司的Natural呢就是让Karen呢这一次呢能梦想成真 这呢都是她在Royal Opera House的情景 她是非常的感触的非常的开心 她真正的已经站在了这里 有机会成功成为了Natural的啊就是Cambridge Plan的ISOY就是那么的棒 我们公司呢也安排了就是我们的Slimmer呢还有Consultant呢就是在London呢就是一个Tour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了 不但如此哦 我们还有随行的摄影师哦就是有遗憾啦 开心啦就是为我们拍摄啦 为我们拍照啦 最后呢 Karen呢就是说她真的是梦想成真了 她很想衷心的祝福呢就是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能 藉由Cambridge呢开始就是这个program呢就是可以呢改善就是成功减重了过后呢可以变成更加的有自信更展现生命的光彩了她因为Cambridge Plan而换一个活法成功瘦了过后呢她可以活得更健康多彩而你也一样可以 Thank you natural thank you Cambridge Plan Karen Chan用了4个月Cambridge减重22公斤就换来了她的梦想成真跟换一个活法的生活品质哦 所以你看她在减重22公斤啊只用了4个月哦 用了Cambridge Step 1 4个月就可以帮她减22公斤 从67公斤减到45公斤哦 那么这样换了22公斤之后呢就解决她的健康问题哦 第一个就是她的被糖尿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第二个她的这个膝盖疼痛也已经被解决了 第三个就是她咳嗽啊打喷嚏啊会有尿四劲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四个呢唱歌的时候不再气喘也解决了 所以这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让她重新得到健康自主的权利哦 同时呢也帮她梦想成真哦 比如说她喜欢打发的飘飘亮亮去参加 Mrs Asia 这些都是她的梦想哦 包括去英国的时候呢 London的时候去Opera House也是她的梦想 都能成真了 那么现在呢她是保持在49公斤呢 就是2018到2020年就是两年内呢 她都能够保持在49公斤哦 所以你知道她的保持法呢就是每天哦 就是每天哦 用Canbris Style 一支两餐呢 就可以很轻易的帮助她保持着49公斤的体重 而让她继续活得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有品质 Caren Chan 减了22公斤之后呢 外形上已经瘦了 已经漂亮了 这么体内呢也如preview的临床 被糖尿病的临床研究这样哦 她能够在四个月内呢 就能够减22公斤 帮她除掉了她的被糖尿病的问题 同时呢也帮她减了22公斤 也帮她减到她理想的size 她现在的size很漂亮的咯 那同时呢也帮她解除了她的这个 这个膝盖疼痛或者身体疼痛的问题 这就是她能够在身体里面帮她消炎哦 所以呢从这个Caren Chan 的这个结果呢 就可以看到她跟这个preview的 被糖尿病的临床研究呢 你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体内的变化是让我们活得更年轻 更健康的变化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2018 ISOI Gavin穿的这个故事 可以去这些video click这些video来看 或者scan我们的ISOI video来看 过去所有的ISOI的video